丹萨 彪先生 李宗盛 各位专家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我是宋飞 欢迎大家光临新玄飞扬 宋飞二胡教学成果汇报音乐会 今天担任汇报的主角呢 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一的学生 今年只有14岁的谭心 首先我介绍一下谭心的学情经历 谭心2000年出生 自幼受妈妈的启蒙 从六岁开始学习二胡 先后师从于周元华 赵元春老师 2012年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师从于赵格老师 2014年跟随宋飞老师学习至今 应该说作为他现在的主科老师 我首先要感谢几位老师 之前给他的良好的二胡的学业的教导 同时呢 特别是赵格老师 在附中期间也给了他非常严格的训练 使得他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学业的基础 同时更难得的是谭心 他有着来自于老师给他的引导的那种 对二胡专业学习的那份上进的那种喜爱 所以我想今天的音乐会呢 是我们师徒二人在一年半的时光的 一个教学的一次汇报 是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汇报 对于谭心来说呢 他只有14岁 但是这样一个一场音乐会的曲目量呢 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那作为我是一个专业的二胡教师 我常常会想我们的二胡 有千亿年的发展的历史 特别是在近一百年 乃至在凯克开放之后 我们的二胡发展应该说是飞速迅猛的 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成果 在我们的成果的这些作品当中呢 有着不同的各具特色的风格 运味和它的技术技巧 都蕴含在每一首作品当中 那我常常会思考 那这么大的曲目量 它有着各具风格的特色 都是二胡的精髓 值得我们去在教学当中能够传承的 但是对于我们的学习的曲目量来讲呢 似乎我们要寻找一个更加优化的 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就在教谭心的这一年半中呢 做着一种尝试 今天也是对这种教学实验的一次检验 那么在一年半的学习当中 谭心和我一起研修了 古今中外的不同的大小篇幅 不同的题材 体材和内容的作品 一共二十六首 那么在今天的音乐会当中呢 我们从中选择了九首在此汇报 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的是 两首刘天华的作品 《闲居寅》和《碑歌》 在学习刘天华的作品的过程当中呢 谭心是一次性 一个阶段当中把十首作品都同时学习的 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将刘天华的作品的不同的题材 包括他创作的手法 风格和内容进行了分类 那么在这样的教学过程当中呢 我想虽然他年纪很小 但是透过这样一个全面的对一个 刘天华的作品的一个了解呢 就使得他会对传统的作品的不同的这种特色 内容 情怀都有一个了解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全面的了解 不只是一种作品的学习 也不只是一种特色的音乐语言 或者是技术技巧的一个训练 而更多的呢 我是希望能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当中 对二胡艺术的丰富的表现力 他的这种艺术风采 能够有一个审美的这样的一种了解 那今天呢 我们选择的这两首作品 一首是非常的舒缓 具有南国音韵的贤居营 他也表达了刘天华 一种闲适的情怀当中 这种闲居的这种生活当中 他对事业 对未来的这种畅想 蕴含在音乐当中 那么另外一首作品《悲歌》呢 就表达了那个时期 刘天华时代的知识分子们 对国家 对民族的未来 忧国忧民的那样的一种大悲 大奋的情怀 我想这两首作品各具风格 都是不同的内容和音韵的 那么谈心这样的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 可能在演奏传统作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想 是不是一个孩子 很难理解很多音乐当中的那种 他没有经历过的那些情感和内容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接受 但是随着音乐在他心里的注入 和他对音乐当中的情感的理解 和老师给他的其他方面的一种引导 他会让这个音乐在他的内心生根发芽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欣赏这两首作曲 同时也记住十岁岁的谈青 他在今天的这样一份演奏 等到他未来的不断的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的演奏会当中 可以做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作品 虽然他的技巧 在我们现在的这种眼光当中 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快速的那样的 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半音阶 各种复杂的技巧 但是音乐却有丰富的内涵 随着他的成长 我想这些音乐都会在他内心生根发芽 我们掌声有请谈心和钢琴伴奏曲大卫老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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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